聊到我们到底要怎么往下捡东西 或搬中午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就是你生活需要的日常 可能很丑 但是你真的一定要这样搬中午 尤其是妈妈 你要抱小孩 那你要抱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先给你们看一次侧面 就是你这样看得到 好你要从你的大腿连接触的地方 大腿寻好有力量了之后 屁股往后坐 你观察我的膝盖跟小腿 当你屁股往后坐 你是用你的拉直的脊椎 跟核心的进去 大腿的肌肉 帮你往下做这个动作 然后你往下之后 你会发现我的膝盖 其实没有往前推很多 所以你的重心都还在你的 脚球跟脚跟扎地板 然后屁股往下坐 收紧核心 胸口保持打开 拉长你的下背 然后你往下 搬一个中物 或是抱一个孩子起来 拉起来的时候 大腿夹 屁股夹 收紧核心 夹着跟中物起上来 你才会用到你正确的肌肉 去做上下这个动作 而不是用别的地方去拉它 就是这样 你的屁股往后坐 对 然后屁股往后坐之后 下背拉直 胸口打开 收肚子 你要上来的时候 夹腿 然后夹你的膝盖 对 夹膝盖 夹腿 慢慢的上来 Yes 很好 好我们下去的时候 你要先感受你的胸口 你的胸口是打开的 肚子是收紧 屁股往后坐 所以观察你的膝盖 你的膝盖至少 它会在你的脚踝的前后 不会太远 所以你的膝盖如果太往前冲 你就要把重心再向后 收好肚子之后 慢慢的下沉 大腿尽量往中间夹起来 然后试试看 把这个胸口保持打开 对胸口保持打开 很好 中心再往后 起口气 夹屁股 夹大腿 往上提 对 很好 很好 Rest